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这位小伙 前段时间我深夜逛淘宝的时候 偶然就发现了这么一款泡面 88块钱一盒 当时我就震惊了 这到底是一款怎样的泡面居然敢卖这么贵 虽然这并不是世界上最贵的泡面 但是价格也是足够的高了 购买两箱子红烧牛肉面了 这个价格比我上次买的那碗红烧牛肉面还要贵上一大截 它的味道会不会比上次吃的那个要好一些 毕竟贵了这么多 我只买了两盒 他给我发了这么大个箱子 这个体量怕不是发了两箱子泡面给我啊 这么大个箱子 赶紧来打开看一下 到底这是什么情况啊 活了一个瘸 这是装了满满一箱子的东西啊 一个发货单 还有一个这是啥呀 这是一个布袋 这个料子看上去很像桌布啊 一箱 两箱 里面还送了两盒这种泡面 上次买过的 光这两盒东西就50块钱了呀 售价 按原价算的嘛 还送了一袋肉松啊 康师傅的肉松 真没吃过 然后就空空了 看这个字 金光闪闪的 简直亮瞎了我的太和金狗眼啊 果然是88块钱一碗的泡面啊 就是不一样 看这个包装啊 多么的高大伤 这个同样也是康师傅的面馆面 不一样的是它是个典藏版的 看嘛 典藏版的就是贵啊 全球限量1888粉 一共有四种口味 福禄寿洗 我只买了其中的两种 这个是洗和寿 其他的真的是买不到啊 才过去半个小时啊 那两款呢 就已经被抢完了 这个是寿比南山富贵猪走面 瘦这儿 喜气洋洋 金牌牛泪条面 洗字 让我们来看一看 盒子里面到底装了些什么东西啊 非常的好奇 这么大个箱子 不可能只有面条啊 我去 这个也是筒面啊 纸巾 呦 送了一个非常大的勺子 这个勺子看起来不错 颜色非常的鲜艳 塑料的吧 绝对是塑料的 还有一个非常红的筷子 感觉好像是结婚用的 这么红 这个就是泡面的本体了 还是挺大的这盒 一个非碟状的 听这个声音 这个碗就不是一次性了 可以重复利用的 很厚 这个肉包的还是蛮有分量的 超大的一包 还有这个酥菜包 高汤包 最下面呢就是一个面饼了 看起来比较普通 也看不出来啊 打开给大家看看 节日限定 这是春节限定的 这种面条比较宽一些的 这俩真的差不多啊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碗 碗的还是挺不错的 我感觉它就是卖餐去的 这个面条呢 反而不值钱了 这里面呢就是一样的 勺的跟筷子 然后就是一盒面了 你没有猜错 今天我们就吃两盒 这两个碗呢 我已经洗好了 现在我们来开始泡面条了 其他的东西就不用加了 这个酥菜包里面呢 有一些西兰花 冻干的西兰花 还有一些胡萝卜啥的 这边的是差不多的 多了一些木耳类似的东西 倒入大概500毫升的水 没过面饼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 这边这个盖子呢 还不太好盖啊 这个地方有点坏了 把这个高汤包呢 放在上面预热 泡个四分钟呢 就可以了 现在呢 我们来加热一下这个料理包 这位 不是料理包 肉包 放进托盘里面 加热水 预热 太讲究了这样 好了 现在四分钟呢 已经过去了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看 泡的怎么样了 现在加入高汤包 这跟那个 这跟上次吃的那个美条 好像 差不太多啊 就是这个 加入我们的肉包 看这大块的肉 康师傅这次很大方啊 看看这个猪肿 里面呢 有两片肉 这样看起来呢 还是蛮有食欲的 让我们赶紧来尝一下吧 先来尝一下这块大的肉 非常大一块 这个难道是猪肚上面切下来的 这块肉呢 吃起来非常的软烂 带着一点酱油的香味 还是可以的 这里面面条的口感 就跟这里面的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 就是那种非常绵软的感觉 比较欠缺嚼劲 不是很劲道的那种 不过它这个汤的味道是真的棒 这个味道非常的浓厚 再来看看这一份牛肋条面 这个是肋条啊 它将的牛肉确实是不错 这个牛肉呢 同样是非常的软烂 根本不需要怎么嚼啊 看里面还有一些秋葵啊 头一次在面条里面看见过 吃下来吧 感觉这两款的味道呢 都还可以 毕竟88一份啊 不会太差吧 不过吃起来的话 感觉跟这种也没啥区别啊 所以说呢 也就是这个碗之前了 毕竟卖的是一个礼盒装的 好在这个碗呢 还能重复使用 不然就血亏了 这个牛肋条面吃起来呢 感觉里面有很多的渣渣 就跟那种没挂开的调料一样 不吃完就浪费了呀 吃到最后呢 还是感觉这个比较好吃一些啊 富贵 猪走面 听这个名字起了 就感觉非常贵啊 今天这两份面条呢 就先吃到这儿了 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点赞投币 来一步吧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拜拜 现在这个泡面啊 花样是越来越多了 价格也越来越贵了 感觉都快吃不起了